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太感動了 這感動來自於兩個 一個就是在座各位 那麼的熱情 那麼的支持 我在旁邊看大家 聽拔奈的演唱的時候 每個人的生態都非常的沉醉 然後呢 也會跟著唱 跟著打拍 這表示說大家對拔奈的歌曲都非常的熟悉 對不對 對 今天拔奈三點二十就到嘉義 然後一路上真的很辛苦 他今天從台東坐火車過來 所以這個是有點勞累 我們都很期待多聽他唱幾首歌 但是真的他太累 因為他明天還要去雲林 那跟各位預告就是在十月會 我們紅雅書法還會辦一場 大家就留意FB那個上部出來的消息 那我們再次熱烈的掌聲來謝謝 巴奈跟阿布 跟各位講一件事 我認識巴奈是他那個專輯就是 女娃娃 你各位有聽一下嗎 有 然後女娃娃裡面有一首歌叫做 我想說 怎麼有人可以把這個 唱歌很像蒼桑喔 因為他聲音有點中心對不對 然後有點蒼桑的感覺 我就從此愛上他了 所以巴奈這個兩個字就在我腦海裡 而且他那個第一集那個女娃娃的那個封面 跟他現在好像有點不太一樣 不過那是歲月的智慧 你說對不對 對 那台灣圖書室呢 今天晚上真的很感謝大家 那大家不要走開喔 不要走開真的不要走開喔 為什麼 因為我們今天也有很重要的任務喔 大家都知道那個巴奈是為了那個 廢盒那個虛揮演唱嘛 是不是 所以一定有重要的任務 所以各位不要離開喔 那在要進入這重要的任務之前呢 我們邀請一位人 一位大家一定認識他的 那就是我們的前衛生署長 徒醒的徒醫師 來跟我們鼓勵幾句話 謝謝喔 那各位鄉親 各位小朋友大朋友 感謝喔 我們台灣圖書室家媽媽 還有 今天晚上 我們非常優美的一個晚上對不對 不是只有你們啦 還有人從新竹跑過來 你知道嗎 從新竹你們從新竹來是不是 好多人來聽喔 馬奈拿布的這個歌 我最感動的心是這樣子啦 這個馬奈他講到說 他發現自己不是中國人的時候 終於發現自己 所以他就開始活出自己 那為這個土地而活 為我們的孩子未來而活 為我們的環境保護 所以他們會出來喔 為這反核 大家一起來 反對 合適 興建 建立揮和家人 這樣好不好 好 我相信如果大家齁 聽了不過癮的話齁 這個 可以 這個回去聽 還有一個就是等一下齁 我跟田南峰會在嘉義 以及FM 九一點三 我們還會放他的歌 還有討論一些心得 有興趣的人也可以來聽FM 九一點三啦 這是我們晚上的節目 當然我們每天 每個禮拜天的晚上 我還有另外一個節目 叫做健康嘉義啦 每個禮拜天晚上的十點到十一點 我請嘉義的名義去講健康 你看十一點到十二點 請嘉義的一些 關心嘉義的人去講 請嘉義的事情 我是台灣嘉義社的 徒須澤徒社長 台灣 我們的國家 獨立 民主不同 嘉義我們的故鄉 建設進步 靠你 晚安健康 謝謝 感謝嘉義之音 是我們長期以來合作的 也對我們很支持 我剛剛講說大家不要走 因為有重要任務 剛剛是不是把哪有講說 一個人要怎樣 拉十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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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有說 我先走一台 他在做什麼 不是在做小夢 他 我們都知道 那個陳玉峰老師 是不是發起一個 廢核聯盟 是不是全台灣要串連起來 所以呢 都要到各鄉鎮 去做一個 巡迴的宣傳 宣導 還有招募志工 那嘉義 嘉義呢 有一群年輕人呢 自告奮勇 承擔起這樣的大任 那這群年輕人呢 今天也在現場 那要跟各位來講說 嘉義的那個 會合聯盟 現在目前在做的工作是什麼 那需要什麼的協助 所以呢 現在我們掌聲來歡迎一下 嚴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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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晚安大家好 是有一個嘉義地區的 廢業行動聯盟 那我們的 目前的目標很簡單 就是如果最後要執行 核四公投的話 我們要串聯整個嘉義地區 將嘉義地區的投票率 充起來 那為通過核四公投的門檻 來盡一份努力 那今天來這邊就是 希望能夠認識各位 那等一下會後呢 如果大家 對於核能議題 或對於台灣的 電力議題 核能議題 有 有任何想要交流的話 歡迎留下來 與我們討論 在場有非常多 我們聯盟的青年夥伴們 那在此同時 我們也希望 在這邊承擇的邀請 各位能夠加入我們 加入我們的行列 然後為嘉義地區的 核四公投 來盡一份心力 那我們近期的工作就是 我們有一個非常重 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 就是我們希望 能夠在嘉義市 還有嘉義縣地區 尋找五百個 五百個報告案的據點 那在這五百個點呢 能夠定期 能夠彰貼海報 然後定期更新我們 聯盟最新的訊息 以及傳播 新的核能議題的知識 以及 激勵大家 鼓勵大家出來 投核四公投 那這個任務呢 我們需要一些人手 我們是非常需要在地的 在地的朋友們 來協助我們 那再來就是 10月10號 陳玉峰老師 從核四廠開始進行 核四環島行腳的時候呢 當然他走到嘉義的地方 走到嘉義的時候 我們需要由我們 來規劃嘉義地區的路線 那我們在此 徵求在地裡生活的 各位嘉義鄉親朋友們 能夠來加入我們 一起來規劃出 最適當 最能夠記憶人心的 行腳路線 好那 我報告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 還有就是那個 還有兩個比較重要的工作 就是我們需要 網路宣傳的人手 能夠幫助我們 我們在網路上 更加宣傳我們的訊息 然後還有就是 在這邊要徵求 如果你有意願 來加入我們 行腳行列 就是在 陳玉峰老師他們的隊伍 到達嘉義的時候 在五天 目前規劃是五天 五天內 跟著隊伍在嘉義 做行腳的活動的話 也歡迎你 留下你的資料 那如果你願意接收 能夠 願意收到我們 聯盟訊息的話 也歡迎 待會會後 來找我們 留下你的電話 以及Mail 我們會將 最新的訊息 傳達給你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我補充一下 就是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 你現在上臉書 然後搜尋 大家義廢和行動聯盟 然後 把這個粉絲頁按讚 接著就是把它 加到你的那個 list 裡面去 讓你們 我們每次發布訊息 你們都可以知道 那我們非常需要 加義在地的青年加入我們 因為這不是一件 只有幾個人 就會做到的事情 就像巴奈說的 我們需要 更多更多更多的人 一起加入我們 而且這裡是加義 加義是離 和市場最遠的地方 如果我們都動起來了 其他縣市沒有話說 他們一定得跟著我們動起來 加義是民主勝利 但是 我覺得 我們 基本上是沒有黨派的 我們唯一的黨派 就是要人民 我們是公民 所以請大家 跟著我們一起動起來 謝謝大家 拜天 那我們規劃行腳路線的夥伴們 要麻煩我詢問一下 各位一件事情 就是 在此徵求對 東石一族路草 還有水上這四個地方 的 鬧區的路線 非常了解的朋友 我歡迎你不要客氣來 來協助我們 謝謝 謝謝大家 今天的演唱會是結束的 可是事情還沒結束 大家保護光 看一下這裡 這裡寫什麼 好 很多人都要關心核四的議題 像 拔萊 他是用他雄厚 溫柔 堅定的個身 來表達他對於核四的看法 我們有一位年輕的醫師 叫做楊思棒醫師 楊醫師 他利用自己看診以外的時間 走遍了台灣各個鄉鎮 就是要去告訴大家 核電到股市 對我們的土地 還有我們下一代的危害 嚴重到什麼樣的程度 那我們可以想像得到的就是 一個年輕人 通常醫生嘛 有些年輕的醫生 都在肚子買下 人情賺錢 唯有楊思棒醫師 竟然有這麼大的社會的責任感 他願意撥出他的時間 而且都是自費到全台灣各地 去宣揚價值的核能發電的危害 那在8月27號 就是禮拜二晚上7點半 楊思棒醫師 就到我們的現場裡來 所以呢 各位如果當天有空 一定要過來 沒空 更要有空過來 好不好 好 等一下 小夢 來掌聲換一下小夢 這是我在宣傳事情的 接下來我們那個版核 也會有一個巡迴 然後他總共是50場這樣 然後我們會到 就是全台灣每一個點 所以 明天在哪裡 明天在 明天在 明天在雲林 可是 雲林 他還不是啦 是 還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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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特別的 那是特別的 9月6號開始 從台北開始 我們會往南走 所以如果大家 很有興趣的話 或是 很開心的話 可以 我會馬上的快一點 公布這些訊息 但是 在 在嘉義的部分 10月13號 會在新港客廳 然後 10月16號 會在紅牙書房 所以如果大家有空的話 還是可以過去看一下 然後稍微記住一下時間 這已經是快要確定的版本了 然後接下來會有海報出來 希望大家可以關注一下 這也是有關反核的巡迴帳 謝謝 大家都聽清楚了 如果是有什麼樣問題 可以打電話到突如市來 或是說上我們的網路搜尋 我們的Facebook 都會更新一些 有關於合適的問題 還有我們自己 如是所辦的活動 所以今天謝謝大家 來 進來添錶 聽了歌之後 更有勇氣去面對這件事情 進來添錶 幫忙辦一下影子吧